大家好,我是仙游居士 上次我们去了浙西的江山市 之后我就踏进了隔壁江西地界 来到了上饶玉山县的三青山 下了火车可以打车到汽车站 乘坐景区大拔车到达附近的村子 夜里我还拍到了星空 二月底清晨山县的村子还飘着雾气 上山一定要乘坐锁道 因为这个锁道超级长 我坐的是东侧金沙锁道 大概行驶时间有17分钟 你会看着自己翻过一座更比一座高的山峰 缆车会把你直接带到1200米高的地方 此时山顶的雪还很厚 可以从老大爷手里买双黄华链 才15块钱 住身东北的我还从来没有踩着雪 走上过这么高的山 眼前的风景是从未体验过的 踩雪里边 踩雪里边 路上我们还遇到了飘山工 山里店铺的物资都是由他们人工飘上去 绕了几个圈后 眼前左侧已经能看到巨蟒峰的头部了 眼前这几座山 就是景区最主要的几座山峰了 到这个平台 才算真正来到了巨蟒峰下 它海拔高度1200米 垂直高度128米 也被认定为全世界最高的天然蟒峰 它的不远处叫做女神峰 形似女神 凝神沉思 而最高处连在一起的六瓣石峰 叫做万户朝天 有200多米高 这里一大片的山崖 犹如百官手持御护朝贺 有几具诗是这样形容这里的山峰的 巨蟒龙蛇身 女神母鱼形 万户尚书池 三亲最知音 它们所在的区域也是景区最核心的区域了 如果早上起得早 可以继续深入往景区西北侧区域走 全部走完大概要七八个小时 三亲山不同成因的花岗岩密集分布 形成了世界上已知花岗岩地貌中 分布最密集形态最多样的风铃 这里还是很值得一去的 零百多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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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 零百多米